好 大家好 焦点视频 逆龙之玄机的时间 仪光幕又见到我们的逆龙师傅 哈啰 大家好 师傅 其实踏入了2020庚子年新年的时候 我都不得不说其实你之前一些杂数的节目 是讲中了很多东西 但是讲中了很多东西我们又不可以很开心 因为我们都了解我们整个香港 整个中国 整个世界 其实都面对一个很强悍的敌人 就是一个病魔 武汉肺炎 一件很重要的事 其实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人觉得马牛炮 而是反过来 其实师傅 有没有一些玄机 是可以大概都看到就是 喂 事出是必有因的 是吧 就是这个武汉肺炎 为什么都会这样去发生呢 其实这个本身来说 因为上年都讲过有几集 说今年的发展趋势 我记得好像百余份拍的那时候 是的 因为明显看到今年的庚子年的农历一二月 其实是有很大问题产生的 所以那时候 麦你问我楼价会怎样 我说楼价都会跌的 我估计未来应该都会跌的吧 其实我们怎样看的呢 其实很简单的 如果有跟开我节目的朋友就知道了 我们看看荧光幕 原来来说 我们农历一月今年是农人穴 变了来说 今年农是一个土 人是一个木 下面木去刻上面的土 即是说 土受伤 原来在我们土的五行 楼宇是可以代表土的 所以这个楼宇会受伤 是吧 二月农历的己卯月 己亦都是土 卯亦都是木 亦都是木刻土 所以亦都是会有这个楼宇受伤的事件发生 原来现在来说 发现了原来是一个疫情 其实在这个月份 我们看不看到的呢 其实都有显像的 因为为什么呢 木是一个土 这个叫羊 阴阳的羊的土 是代表一些很大的土 可以代表一些大地 广阔的地方 那中国算不算大呢 当然大了 师傅 中国算大了 所以来说 在农历一月来说 农历一月来说 农人穴 这个人木是一个木头 所以最伤就是中国的 而农历二月又怎样呢 即是新历三月 师傅 农历二月是新历三月 是 新历三月的时候呢 是走到己卯月了 那己是一个小的土 我们可以这样的用个比例去看 如果农是大的土 那香港就是一个小的土 因为香港是依附在中国其中一个部份 所以如果中国是没有的话 那香港可以用己来代表 在农历二月 即是新历三月的时候 是己卯月 己卯月 即是己卯月最受到的卯獄去克制 所以香港来说 在新历三月 那个情况就更加会严重一点 是 即是可能会比现在的农历一月更加会严重 不是吧 师傅 数是这样看的 是 希望不靈 是吧 是 因为他在说全世界的 亦都未必是说香港的 是 是 很多地方 他依附在某个地方 都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是吧 是吧 是 而那个 那个 什么时候才会好转呢 估计要去到农历的三月 即是四月 才会有些变化 是 是 因为会脱离了木黑土这条数 哦 即是我们的国家 或者我们自己香港的地方 是不再受到克制那样解 意思的话是脱离了这条数 就是说在这个疫情上面呢 可能有突破性的发展 嗯 是了 但是这个疫情去到什么时候呢 大家都说不是 是 是吧 只不过我们在这个月份上可以推到它 已经脱离了这个木黑土的数 是 所以希望疫情都快些全结 是 主要是这样 OK 其实某程度上 就是我们 正如师傅所说 其实 希望所有事情都是 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嗯 OK 当然啦 但是如果听刚才师傅的推论 或者他的预测 可能都要等到新历的四月 嗯 就是以现在二月来说 其实我们还要再等多 两个月 两个月 是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情况 是 是 但是 始终都是要看师傅的节目 是吧 知道多些资讯 那可能可以防患于未然 未遇沉迷 是 嗯 OK 好了 那我们今集呢 我们多谢易龙师傅 好 多谢 是吧 是吧